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非常熟练的流畅快速的这样的相识啊 彼此之间的这个球路呢也非常的熟悉 特点打法都很了解 7比4 马龙领先 那你直板肯定不够红板 对 没错 巅峰境界了 巅峰的一个水准 但是碰顶尖高手 你完全对反手呢还是很有实力的啊 对自己也很有信心的 这有戏剧性 这个球虽然观众想象不到的 大家看啊 这王浩连接得非常快 正手又来了一个斜线 不容许你用正手抢弓 那么就是王浩这个始终没有破解 现在第一炮发球改为高炮发球 那么这对王浩的心理来讲 他也是一个变意识和欲望不够强 所以说造成他在比赛当中很被动 完全被特色打出来 如果你只是说相持的话 那你跟马龙真的是 第二季上来马龙开局还是开得很漂亮 对 他将横板和纸板里的很多技术贯通了 目前国家队的纸板运动员里面 只有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现在王浩呢还是非常的被动 所以说他要想打破六将军的 一定要自己上手 好球 对张继科和王浩的时候 特别这二位 马龙打他们 尽管呢是勇于去攀登 勇于去挑战 希望自己能赢队运动员必须具备 奥运会只有两个 太遗憾太可惜了 但是呢规则就这么 如果马龙能打 我们可以设想啊 将会是颁奖一事 生多了啊 王浩尽管连得两分 但是要颁回来困难比较大 这局擦边还挺 东一板西一板啊 你就输了 你也不知道怎么输给他的 主的意识方面 如果他不测身的话 那么这场球 兴奋度还是不太够 不管是哪一届的平朝联赛 各种赛事 确实马龙现在进取心非常的强 而马龙呢 是正在向高峰攀登 哎呦 哎呦这个 用高级球 哎呦 慢进我的汗子 哎呦这个球快落地了 还是把球给捞了回来 还形成得分 有了 好球 好球 已经在那里等到他了 漂亮 漂亮 其实王浩尽还是 就是在做自己的体力 或者在这边一下 形成相识的时候 他不要跟着马龙的节奏 一起走对了 是 很吃亏 就还是下方 主动变现也好 还是说 相持侧身进攻也好 他使得没有正手 正手辣 可是但是他完全处在 被动的局面下 没错 是被马龙啊 引领着王浩在打 要你打乱对方的节奏 让对方跟着你走 是的话 王浩呢一定会 是很重要的一个人物啊 对他很重要的 一段书写 三届都没有登顶 也很遗憾 好球 一个成就了 这说明王浩的一个 极其高的水准 稳定的这么多年 把最关键的暂停 用到了 最危急的一个关头 能够再翻回来 这样的还是马龙 赢得了这一分 11比8 主要以3比0 击败了 就告一段落 我们在现场的解说 也全部结束了 感谢你们的收看 感谢张博的点评 观众朋友们 再见